我議員謝淑雅 拜託大家 大家一定心理成功好嗎 好 前新委市長朱立倫 馬不停蹄南下站台 誰的選戰白熱化 幾乎各大場合都能看到他 為了幫助國民黨重返執政 傳出他已經點頭答應 擔任韓國瑜全國競選主委 我不會計較任何個人的位置 那我們怎麼樣來努力團結 這些都要尊重韓市長的 什麼選戰的安排 跟選戰的補充 大家都很擔心 漢子 燕子跟兔子 感情有沒有受到傷害 絕對不會 這三子合體 大家情感都是非常的堅定 而且更重要 我們有更神聖的目標 我們都了解 隨著選戰一天一天的逼近 大家都會團結起來 我有高度的信心 10月中旬 韓國瑜邀請連戰 擔任全國競選主委 連戰認為自己年事已高 力劍朱立倫 10月下旬 連戰與朱立倫會面後 再加上韓國瑜一再力邀 終於讓朱立倫 在16號點頭答應 來內部整合 猶如吃了定心丸 不管是朱立倫 接總會長 或者何友宜市長 在強力浮選 顯示 換來 尤其國民黨內 已經大團結 未來氣勢一定可以提升 朱立倫 韓國瑜 相善政 大家的團結 跟黨中的團結 我相信大家分境合集 在最後選舉白熱化 我相信最後的選舉 也會是非常緊繃的 布局朱立倫擔任總主委 包含侯友宜首部鬆扣 很動盡力挺韓國瑜 我們的總統 我們要有韓國瑜一個機會 我們 中央跟北方道上拚 拚了我們一個好一個計劃 侯友宜周日上午10點 幫李永平造勢 不忘幫韓國瑜拉票 相隔一個多小時 韓國瑜跟著到場 下午4點 在幫立委參選人 邱鋒謠站台 韓國瑜也被安排 6點40分到場 何友宜晚間又到永和 替林德福造室 接著換韓國瑜抵達 兩個人同場沒同框 但漢子三度公開挺禿子 象徵分境合集 關鍵時刻來迎大團結 新北線人市長侯友宜表態力挺 前市長周立倫 也擔任全國進總主委 希望能拿下新北300萬張選票 記者綜合報導